我还是女孩子 你还是女孩子 你是怎么讲出这个话来的 你是女孩子我就不是男孩子了是吗 你就是爸爸妈妈生的 我就不是爸爸妈妈生的是吧 你女孩子怎么了 你是女生怎么了 你是畜生都不行 她是全网比豆娥还原的男大学生 只因六包抽纸被女同学骂成狗 不是被学校施压 就是要求强制道歉 姑姑娘到底做错了什么 只是想好心帮助同校小仙女 最后却落得个舔狗的骂名 当姑姑娘看到学校二手群里 有个女生想卖抽纸 即连问了三天都没有人回应之后 姑姑娘看女生这么下不来台 就出于好心询问女生 要不要拼单和买一箱 抽纸一箱四十包 到货之后两人平分 于是两人很快就约定好条约 姑姑娘自己先将四十包抽纸的钱垫付 等抽纸回来了 女生拿到抽纸之后再转钱给自己 不过女生却觉得 群里一块四一包的抽纸太贵 姑姑娘见她一个小女生 就慷慨主动降价到九毛钱一包 本以为雷锋行为会被女生感谢 可谁也没有想到 姑姑娘的一片好心竟被女生当成了费洋洋行为 而且女生转手就将两人聊天记录 发到了上百人的同学群里 引来了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 而且群友们清一色都说男称是舔狗 还说无事先殷勤 能这么心甘情愿吃亏 一定是对女生有所图 虽然无端的骂名让姑姑娘十分不舒服 不过鉴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姑姑娘也没有过多解释 就想着等抽纸一到就火速结束这场纷争 可是没成想抽纸到了之后 女孩竟又走起了哭穷路线 给姑姑娘说18块20包的抽纸太贵 简直能要了她的命 而且自己全身上下也只有4块7 能不能只买6包抽纸 剩下的抽纸让姑姑娘另找销路卖给别人 就算是只买6包 每包9毛钱来算 那也应该是5开4 可见女生压根就不是诚心小的拼单 看自己被这么玩弄 姑姑娘索性直接拒绝了女生的如意小算盘 被拒绝之后的女生当场破坊 举着手机MF在姑姑娘每天的必经之路上 疯狂偷拍电影 之后再发到百人群里 从外貌长相一路点评到了个人素质 对姑姑娘一通谩骂 言语犀利完全不讲情面 姑姑娘越想越委屈 见自己一片好心情被如此亵渎 实在气不顾就将事件前因后果曝光在网上 让网友们来评评理 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舆论发酵之后 第一个受害者竟然还是她 说我是甜狗 哇 糯米奇妙我就担了甜狗 她是全网最惨的男大学生 只因六包抽纸被女同学骂成狗 甚至遭受网曝和学校施压 有多少人打着女生的头衔在伤害别人 男大学生姑姑娘原本只是好心和女孩拼单买纸巾 可是没成想到货之后 女生当场变卦 事先说好要的二十包纸不要了 甚至还想空手套白狼白嫖六包纸巾 在被姑姑娘明确拒绝之后 还多次偷拍姑姑娘 甚至附带人身攻击和辱骂 无奈之下的姑姑娘决定反击 将这件事发布到网上曝光了女孩的蛇蝎行为 希望得到网友们的帮助 不料事情发酵之后 姑姑娘却被女导师叫去约谈 以对方是女生 作为男生应该大度等一系列道德绑架 要求男生即刻删除视频 并且当众对女生道歉 而女孩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大淫不残的冲进姑姑娘直播间 张口就是一个最好输出 还怒斥姑姑娘是在扭曲事实 虽然姑姑娘只是把事件如实附述 女孩却哭诉姑姑娘对自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甚至害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这件事必须要严肃处理 姑姑娘也要公开向自己道歉 学校即刻就开始了汪汪队立大功 在最强辅助女导师的助攻下 姑姑娘只好吃了哑巴亏 删除了曝光视频并公开向女孩道歉 该消息一出 瞬间激起群臣共愤 有网友欺不过姑姑娘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 纷纷转站到学校官方账号下报不平 并要求学校对姑姑娘道歉 我是女生这四个字 也不是免死金牌 任何事情都要遵从事实真相来评判 孰是孰非 而不是所谓的性别 如果每次都要以对方是女生来做挡金牌 那哪还有男女平等而言 校方只担心女孩会抑郁症 可是想没想过好人被这么伤害 姑姑娘作为男生就不会抑郁吗 姑姑娘的好心何不计较 也不应该被这样背带 我们需要站出来为好人发声 而不是因为性别来贪定是非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 几包抽纸的这么小事 没必要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如果女生真的心里脆弱想不开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姑姑娘的纸巾事件 你觉得她的反击有必要吗 那你 我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对 监控下的倒霉蛋没有最离谱 只有更离谱 倒霉孩子见爸妈都在客厅吃饭 下一秒就饭贱表演会飞的拖鞋 结果好巧不巧 拖鞋直接飞进了涮菜锅里 这是怕吃不饱故意夹个菜 虽然师傅正站在梯子上敲钟 结果下一秒打风直接脱落 估计和尚一辈子功德都在这一刻没了 女孩正在开门准备把车开出去 结果突然吹来一阵斜风 门背方刮到河上 女孩的头也正好挤在了门缝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脑子被门夹 女孩最后一个下班 扶着门把手关门的时候 承扇门直接裂开碎掉 要不是有监控作长 估计这个月奖金又要贡献给公司了 老哥俩正在用铁锤修理轮胎 一个锤着一个扶着 结果下一秒航线偏差 朝着队友硬跟着锤了上去 这一锤下去 估计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 电动车大叔站路边等妻子 没想到妻子刚坐上后座车头就翘了起来 说吧是不是又偷偷吃了蛛丝料 大哥估计也是想就着台阶锻炼身体 蓄力之后就准备蹦上去 布料直接来了个与地面的亲密接触 好担心大哥的门牙还在不在啊 电动车大叔骑车出地库 结果下一秒就被升降杆掀起天灵干 大姐拿着麻布准备擦桌子 结果刚站上水池 下一秒水池就不堪负重 当场碎掉 也不知道是水池质量不好 还是大姐蹲位的原因 大哥正骑着电车风驰电车 结果路口突然驶出来一辆轿车 大哥于是紧急刷车 并精准掉头 还摆出一副轻松应对的模样 这心态真的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 小伙喝醉酒放飞自我 准备路边找个店铺打街 霸气地将玻璃门踹碎 结果没声想这是一个公安局 警察叔叔这辈子也想不到 竟然会被找上门送人口 小伙其踏板出校区 刷完门禁卡 准备出门的时候 圣诞杆直接降落 小伙直接来了个摩托沙 老挂子当场嗡嗡的 宝妈推个轮椅车准备倒垃圾 结果倒车的时候没看路 直接自己被整车垃圾掩埋 女孩被对着太阳打斗 结果背后突然来了个斑点狗 把女孩的背当做了支点撒尿 女孩瞬间被一股暖流消息 得亏旁边用监控拍下 不然这么多精彩瞬间 恐怕就看不到了